记者叶永千万丹报道,万丹香宝措村福德街的产业道路旁农地近日遭人倾倒建筑废弃物,环保局今天前往稽查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送办。 万丹香宝措村香公所南方靠近福德街产业道路旁农地近日被民众发现有不明的货车载运建筑废弃物清倒在农地回田,现场还有怪手作业将这些不明物埋入土中。 万丹香明代表方天市货报后昨天下午前往查看,发现有两台货车正在运废弃物,于是报请县府环保局前来稽查。 今天上午环保局人员到场开宴,确认农地被倾倒建筑废弃物已经明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要求地主出面说明并依法就办。 附近的村民表示,这块农地的原地主据说已卖给别人,大约两个月前开始有大货车进到这个地区倾倒废弃物,由于附近很少住家并没有引起注目,最近变本加厉, 白天也动用怪兽回田,因此才引得民众注意。 方天市说农地倾倒建筑废弃物后,不但农地无法再种植,最怕的是倾倒屋内如果含有毒废弃物,将会污染土壤及地下水,因此他希望怀宝局能够开挖查明。